来看轻松的焦点 风靡全球的美国著名儿童节目 芝麻街又在添加新的人物了 这一回制作单位要寻找一名懂得说 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卡通人物 以便为即将开拍的新剧 绸缪策划 招募新角色的这个消息 传开以后 不少大连小孩都蜂拥到市境活动现场 碰碰运气 一起去看看 美国金牌儿童节目芝麻街 从1969年创立至今 已经为全世界儿童带来了不少欢乐 而芝麻街这一路走来 也相继增添了不少新角色 为节目带来不同反响的视觉效果和享受 星期一制作团队来到了美国纽约市 为新角色如希达 也就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寻找明日之星 星期一大清早 不少慕名而来的民众 纷纷距离在纽约著名的罗斯兰舞厅外头 排队等候入场试镜 在试镜活动上 参赛者可说是出镜法宝 不管是用唱的表演的 而是读剧本的方式 他们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势必要争取入选资格 一元演艺梦 这号新人物预计将在明年的芝麻街亮相 智利的贫困状况非常的严重 根据调查 在智利全国年幼的儿童当中 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的环境 不过却有这么一名伟大的83岁年迈老电影人 穿梭在当地的贫贫窟 向数以万计的儿童灌输电影知识 希望透过电影协助当地的儿童们脱离贫穷的生活 他就是伟大的电影人维家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他 曾经在智利大学教授电影学 27年前 当他知道智利平民窟的孩子 从没看过电影后 就决定用自己的专长 协助孩子们认识电影制作 宽阔他们的眼界 孩子们排排坐在维家工作坊的电影放映室 荧幕上播放的是1928年的经典卡通影片 维家说放映不同类型的电影 主要是让孩子们认识电影中的奥妙 并指导小朋友们 利用简单和有限的工具和材料制作电影短片 维家深信电影有独特的力量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他除了希望这些贫困的孩子 能够认识电影 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之外 还希望借助电影的故事 引导他们向善 改变他们的人生观 进而使孩子们积极面对人生挑战 成功摆脱贫穷的窘境 新闻的尾声为您送上 与电影男主人名字 命名的一部喜剧电影 经次来蒙的精彩片段 Ladies and gentlemen, I shall now demonstrate a quick erection Shatee